记者夜关于新北报道,在新北市林口有优节之称的林口中,正路汇聚服饰、小吃、家电等各式商家,近三百间商家集结。 本周六、十七日将举办林口口服计由旧街头为的两座土地工作中,邀民众免费享用创意一锅料理平安餐。 当日只要在店家消费满五十元,就可获得几点贴纸,参加电视、出师机、空气清净机等摩采,用买器及服器将奖品带回家。 由林口建成商圈促进会,新武科技大学市议员蔡淑军服务处发起的林口口服计,串联起常年守护旧街人生计的东服工与西服工, 特地选在土地工生日前一天举办口服计,要让日渐萧条的林口就皆再度充满朝气,吸引人潮。 蔡淑军表示,中正路是林口商业发源地,但随着林口新市政的发展,人潮一动,就皆不再如以往繁荣, 希望借由口服计,除凝聚商家的相亲力,也让民众济世大运之后,再度看见林口之美。 林口建成商圈促进会理事长黄正理说,周六当天,民众只要到贴有土地工门台的商家消费, 每50元可获一张贴纸,参加几点摸彩,奖品,包括55寸电视,厨师机,空气清净机等。 此外,还有请无科大准备的一国美食免费吃文创农市集, 并有根据当地传湖执行特色文化改编的千人赚服活动,适合一家老小同乐。